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每个人都知道 如果狗咬你一口 你不可能反咬狗一口 在生活中 我们难免受到别人的冷嘲热讽 当别人恶语攻击你的时候 你不可能像泼妇一样去骂他 这样的行为不仅显得没有素质 而且还拉低了自己的形象 但是人太过于忠厚老实也不好 一味地忍让 只会让别人觉得你好欺负 正如俗语所言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所以适当的反击是很有必要的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人骂你时高手都会这样做 在面对别人的恶语攻击时 我们要先摆正自己的心态 人无完人 不要过分苛责自己 有缺点很正常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但绝不能沦落为 别人眼里的软柿子 老好人 想捏就捏 想欺负就欺负 做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请让你的善良带上锋芒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退一步海阔天空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善良了 其实也是纵容了恶言恶语 强悍有力的直面语言暴力 才是真正的善良 我是好人 但我不好欺负 把自信和坚强刻在骨子里 懂得捍卫自己 任别人骂你 黑你 攻击你 你都要相信自己 爱自己 那么 面对别人的恶意攻击 到底该如何去反击 才是最合理的呢 下面 我们一起来看看 高智商的人 在面对这个问题时 都是怎么解决的 学以致用 对自己也有帮助 第一招 坚持自己的立场 在我们身边 很多人的情绪 容易受别人影响 所以 在对方侮辱 谩骂自己时 有的人会立马生气地反击 但事情过后 又往往深深陷入 自我怀疑当中 心想 是不是自己 真的如对方 所说的那么糟糕 受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的影响 我们很多人 在社会上 为人处事都很谦卑 进而有些不大自信 所以 当别人贬低我们的时候 很容易被别人 改变我们的立场 例如 你信心满满地 计划做某件事情 但别人无意中 对自己说这么一句 你这样的人 做不好这样的事 我们的大脑 就会受到干扰 因为别人嘲笑 而变得畏手畏脚 不再相信自己 甚至不得不放弃 这件事情 然而 换作高情商的人 不会这样做 他们在受到 别人的恶欲攻击时 采取的第一招就是 坚持自己的立场 他们坚定地认为 自己是对的 自己是可以做到的 就比方说 遇到上面案例中的现象 他们会回复 我决定要做的事 肯定能做好 这样的回答 首先亮明了你的立场 让别人看低你的行为 不能得逞 其次 可以让别人感到多管闲事 他就不应该随便评价 最后 表明自己就是优秀的 让别人无话可说 就像电影 《当幸福来敲门》里面 有一段经典台词 父亲对儿子说 别让别人告诉你 你成不了财 即使是我也不行 如果你有梦想的话 就去捍卫他 那些一事无成的人 想告诉你 你也成不了大器 只有捍卫自己的立场 你才会变得强大 别人的碎言碎语 才击垮不了你 第二招 以退为进 在生活中 高情商的人 面对恶意攻击 使用的第二招 就是以退为进 他们认为 在遇到别人 恶意攻击时 不一定需要 以硬碰硬 撕心接底地 去攻击别人 弄得自己狼狈不堪 这样也不是解决之道 其实换种思维 以退为进 也是一种进攻 大科学家 赫须黎 为了维护 达尔文的进化论 和对手 有过一场辩论 当时 对手羞辱他 是达尔文的走狗 赫须黎就是 先承认再回击 是啊 你说得对 可那些盗贼 罪犯 怕的不就是 凶猛的猎犬吗 赫须黎这种 回击方式 就是情商很高的 巧妙地揭露了 反对进化论者的 如盗贼 罪犯一般的 可憎面目 让对手 无言以博 自取其辱 举个例子 你有病吧 是现实生活中 很常见的一种 欲言侮辱 对此 你就可以这样回击 是啊 我是有病啊 你有药吗 我见你之前 挺好的呀 为啥见你之后 就有病了 是你传染我的吗 有时候 别人的言语羞辱 无情而伶俐 很难直接反驳 这时候 也不必翻脸 你可以采用 以退为进的 回话技巧 也就是 先顺着对方的意思 承认对方的话 然后 再用对方的话的 破绽和漏洞来回击 也就是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让其自取其辱 再比如说 别人说 你真笨 这个问题都没有想到 那么 我们就可以回复 是的 我就是笨 但是我有教养 眼外之意 自己具备教养 这样的品质 可对方却没有 说明对方 简直无可救药了 这样的回复 就是 以退为进的招数 所谓的退 先是同意对方的观点 让对方暂时得逞 紧接着 再指出对方 比刚才你承认的缺点 还致命的缺点 让对方自己打脸 岂不是更加痛快 这样的回击 也是特别有用的 让恶意攻击你的人 咬牙切齿 说不出话来 第三招 以牙还牙 高情商的人 面对恶意攻击 使用的第三招 就是 以牙还牙 区别上面两种方式 这种方式就比较直接了 没有转弯 别人如何评价你 你就直接以同样的方式攻击别人 所谓的 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其实 一牙还牙 有这样一个典故 王羲之在某地做官时 一年轻人来告官 年轻人表示 自家贫 父亲死前 曾向某香绳 要了一块荒地 香绳答应说 只要一壶酒酬谢 父亲死后 年轻人拿一壶酒 去感谢香绳时 他却说是 一壶酒 第二天 王羲之去了香绳府上 香绳想要王羲之的书法 于是 王羲之写了一幅书法 送给香绳 香绳开心极了 便问需要什么答谢 王羲之说 只要一活鹅 当香绳给他一只活鹅时 王羲之说 我说的是义和鹅 香绳辩解道 鹅哪有义和计数的 王羲之反问 那么酒 为什么能用壶来计数 香绳恍然大悟 从此不再向年轻人讨酒了 在生活中 如果遇到蛮不讲理 听不懂好赖话的人 你就应该用 以牙还牙的方式对待他 让他也能明白 别人的感受 下面 给大家分享一个 生活中的事例 大家或许 就更清楚怎么灵活运用这种方式了 我有位朋友是小区管理员 他有一天遇到一妇女遛狗 狗拉屎在小道上 我朋友骂了一句 这狗真笨 后来 妇女气急败坏 说她儿子很聪明 是上过学的 会数数算加减 听得懂人话 临走时还说 我家儿子比有些人聪明多了 后来 有一次小区停水 妇女找到我朋友问 为什么停水不提前告诉她 让她好有个准备 我朋友说 我都提前通知了呀 妇女疑惑 明明没有啊 我朋友笑着说 我告诉你家儿子了呀 怎么他没告诉你吗 妇女听完 指得灰溜溜走了 这就叫典型的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在生活中 我们都知道 生气对身体不好 情绪激动 会做出很多 难以想象的事情 所以 我们面对别人的 恶意攻击时 千万不要生气 要知道 你情绪激动 会让坏人得逞 自己损失较大 因此 需要理智地 去面对这些攻击 并漂亮地反击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